95岁老人独守乡村 免费交出35年 却遭到同村人的辱骂 抢生意 我不要钱了 抢谁的生意了 他们收费啊 老人名叫叶连平 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他 已经为当地留守儿童们坚持上课20年 原来自从叶连平退休之后 他不忍心看到留守儿童 因为没有人管而误入歧途 他便在当地自讨药包 创立了留守儿童之家 免费为村里的留守儿童补课 没有人会想到 这一补就是20年 叶连平的补习班 是一个废弃的仓库改建的 他在房间内挂上小黑板 摇身一变成为了英语老师 可叶连平的好心肠 却没有换来村里人的理解 你骂我的话好难听哦 骂您什么呀 老二百五 面对辱骂 叶连平却丝毫没有理会 深正不怕隐私邪 我没有向学生收过一分钱 为什么不收 在物质生活上 我是低水平 精神生活 要高标准 这么多年以来 叶连平老人已经培养了 一千多名学生 光是吃度都在他家里的学生 前前后后就有18名 而杨彦宏就曾是其中一员 他曾经住在叶连平老人家里 六年之久 杨彦宏考上大学之后 叶连平不仅资助他大学 用到的所有费用 还亲自送他去往大学报到 尽管杨红彦百般阻拦 可依然抵挡不住这位执拗的老头 每当他到这里 杨红彦就忍不住哭了出来 原来 当时叶连平将杨红彦安全送往学校之后 他因为赶不上回城的车子 又不舍得花钱住宿 竟然在桥洞底下住了一晚 回来三天晚上 他在大桥洞底下 留了一宿 在大桥堆里面带了一夜那一次 我就看着他身 但熟悉叶老的人都知道 老爷子私底下却出奇地抠门 为了省钱 他手上的轿鞭 只不过是一只废弃的羽毛球球拍 为了省钱 他身上依旧穿的是 妹妹几十年前送给自己的衣服 就是这样抠门到离谱的他 绝对学生们打放到了极点 听说学生家里有粮食困难 夜老二话不说 带着粮食前往救济 如果有父母不愿意让孩子上学 夜老就会骑着自己破旧的二八大缸 跑去家里做思想工作 为了能够让孩子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夜老还会自费组织学生们 去博物馆 科技馆等地参观 二十年来 夜老为了能够维持补习班的正常运营 甚至部习搭上了自己三十多班的退休金 就连学生的书本 教具 全都是他一手值班的 如果你要问夜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还得从他钉沛流离的经历讲起 这是一场轰动全国的异闹 95岁老人吵中了一生 却也吵哭了千万网友 老人名叫夜连平 95岁高龄的他 却依然坚持为留守儿童免费上课 2013年 夜老突发脑膜炎 被送到了医院救治 可因为他惦记自己的学生 在手术四天之后 他便坚持要出院 甚至不惜威胁医生放自己走 事实上 这也不是夜老第一次与医生争吵了 2023年4月 夜老突然晕倒在了讲台上 学生们立刻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而夜老告诉医生 自己需要尽快出院 因为还有孩子等着自己 周五下午给你回去 周五下午给你回去 周五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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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看着执拗的夜老 最终还是向他妥协了 等到夜老拖着拐杖出现在教室里面的时候 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忍不住哭了出来 多在那个板上给咱们上课 很艰难的说话 基本都哭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个倔强的老头 是在与时间玩命赛跑 他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因为他对这些留守儿童的记挂 1928年 夜连平出生于山东青唐 17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 辍学在家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与自己的父亲来到了美国大使馆 当一名勤杂工 在此后工作的三年里 夜连平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 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曾经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他 处处遭受到了针对 而夜连平也被迫开启了 自己颠沛流利的生活 在机缘巧合之下 夜连平来到了马鞍山市 河县乌江镇 普陈孙 纯朴善良的村民 给予了落魄至己的他最大的善意 夜连平此时清楚地明白 这里就是自己最后的归属 1978年 夜老被通知可以回到南京 谋求更好的发展 村里人几乎都表示赞同 可夜老却告诉在场的所有村民 普陈村已经成为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乡 他愿意在这里付出一切 就这样 普陈村多了一位 虽数挺大的老教师 尽管学校里的待遇比不上城市里 可夜老却毫不在意 一心扑在了教育事业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夜老发现农村的年轻人 基本都是外出打工了 全村大多数人都是老人和小孩子 再加上城镇与农村教育 有着巨大的鸿沟 夜老决定将要做一件大事情 而这件事情最后竟然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 男孩被老师训得泪流满面 可老师却依然步步紧逼 这位老人名字叫做夜连平 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他 已经为当地的留守儿童们坚持上课了20年 别看老人年事已高 可他在讲台上的声音却十分洪亮 而他一节课通常为两到三个小时 这区间连口水都不喝 虽然夜连平的身体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但他的心里却依然很快乐 而家长为了感谢夜老师对自己孩子的照顾 还会上门送礼 可夜老师不求功力也不求回报 直接拒绝了家长的好意 一只粉笔 两袖清风 三只讲台 四季更余 在这20年里 夜老无常为孩子们补习功课 自掏药包购买教学用具 还组织孩子们外出研学 他用敬业与奉献 诠释了人民教师崇高的诗德诗风 可还是有不少同行会因此讥讽他 这是因为夜老断了他们的财路 我没有向学生收过一分钱 为什么不收 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啊 我吃着国家的粮啊 是人民的钱啊 要取之于民而弄之于民 面对他人的诋毁和质疑 夜老真真正正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教师 教书仅仅是一个手段 教书的目的是什么 女人呐 夜老一生辛劳却家土私壁 逃离天下却无儿无女 他20年的坚守 诠释了行为示范的内涵 被诗人称之为乡村楚光 当记者提问他是如何坚持下来时 夜老从档案里拿出了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父亲节快乐 他仍然记得是一位年仅七岁的孩子送的 也许从那一刻开始 夜老清楚地明白 这些孩子是真的把他当作亲人一样对待 一直到2023年 夜连平先生依然坚守三尺讲台 四十年乡徒守望心火相传 甘当蜡烛燃烧自己 夜老时成为了照亮孩子们 走出乡村的希望之光 一单石 一瓢影 再露像 人不堪其忧 回忆也不改其乐 我们下期见 好